云杰子这个马甲在外一直是老魔头的形象 甚至还施展过几次阎罗天子道的神通 外道原因穿上此马甲 当真天衣无缝 唯有如意门的南宫里 知道我有第二原因 勉强算个破绽 但此女是个聪明人 不会往外乱说的 哪怕乱说又如何呢 以我如今的实力 在南荒修仙界 已经足够纵横了 掉马甲也就丢点面子 其余还是该咋咋办 毕竟原因老怪之间 看重的还是实力 芳希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的本质 遇到四阶上品要修 可能要抱头数窜 但若遇到原因后期的大修士 那当真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虽然外道原因没有枯荣悬光 但一手带打之术 也可随时召唤本尊助阵 看我对外道 原因多好 外道原因 以后还是乖乖打工吧 我就当个悠闲的岛上众树人好了 芳希悠然想着 一挥手将青棋林傀儡收了 开始在翡翠岛上闲逛起来 万岛湖最外围 一波逃难的修士护着凡人 好不容易来到湖泊边缘 快快快 路腰不善水性 到了大湖之中 便安全了 一名修仙者脚踩飞溅 大声道 此时 一支来自万岛湖的凡人船队 也已经行驶到了岸边 正在紧张运输难民 大量面黄肌兽 满脸风霜 被灾难折磨得几乎彻底麻木的凡人 宛若潮水一般涌上楼船 直到在甲板上坐下 又获得了石水之后 脸上才勉强有一丝火气 爷爷 这些凡人好惨 楼船当中 一扇窗户打开 现出一位少女的毛子 她穿着一袭翠绿色衣裙 带着点古灵精怪的味道 此时望着满船难民 却唯有同情 哎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谁让这次受潮万年难遇呢 在少女身边 还有一位老者 虽然满头银发 却不见一丝形容枯稿之色 反而生机薄发 很显然 这是一位助击修士 这些凡人还算好的 有修仙者庇护 能逃到万岛湖 这一路之上死得 才较惨呢 这位助击老者似乎看透事情 眼中带着一丝宠溺的看着自己孙女 是啊 多亏龙于真君 少女眼中满是羡慕与向往之色 我日后也要成为此种能庇护一方 宅心仁厚的大修仙者 庇护一方 宅心仁厚 助击老者的神情突然变得有些古怪 他看了看四周 又专门布置下一道隔音结界 才压低声音 小玉 有些真相 老夫本不想说 但为了不让你误入歧途 还是不得不说 爷爷 你想说什么 名为小玉的少女紧张得 似乎只听见自己的呼吸 隐隐感觉 自家爷爷要吐露出一个天大的秘密 咱们修仙者 自私自利才是真的 有余力才能偶尔帮人一把 还得注意保护好自己 千万千万记得 不要被那些口秘附建之辈所欺骗啊 助击老者苦口婆心地道 你崇拜的那位龙鱼真君 如今虽然庇护一方 还派出座下灵兽巡视万岛湖 帮助咱们击退寿朝 但这位真君当年大到未成之计 你可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似乎还真的没有什么传说 除了这位真君比较多情之外 小玉回忆一番 难难道 嘿嘿 毕竟唯尊者会嘛 但你爷爷我可是活了不少年 当年那位还未结丹之计 便已经是万岛湖中 一个小小的炼器修士了 当年还曾上过龙鱼岛呢 助击老者得意道 继而声音变得肃穆 龙鱼真君乃是散修出身 一向谨小慎微 当年练起之时 在桃花岛俯首重田数十年 直到不得不外出寻找助击机缘 才终于外出 其后来助击之后 又定居龙鱼岛 几乎百年 未曾出门一步 其间 任凭外界天翻地覆 白则先成几次一手 甚至家门口出现一计机缘 都不曾外出 突出的就是一个吻字 才最终金丹大成 这几百年来 比其高调 比其天资横溢的修仙者 不是死了 便是突破无望 唯有此人一路凝结金丹 元英 如今更是成为三国之主 靠的就是谨慎二字 此乃诸多修仙世家 与宗门的不传之密 今日 爷爷将他交给你 龙鱼真君才是我被修仙者的楷模呀 助击老者与众心肠地道 而那名为小玉的少女 则是一脸震惊 原来龙鱼真君年轻之时 便一直是缩头乌 嘿嘿 当年此人 的确有个老乌龟的称号 不过是私下里叫叫 你切记不得外传 否则 真君之怒 你爷爷这把老骨头 可担待不起啊 就在助击老者 为教育孙女成功 而得意地捋了捋胡须之计 轰隆 船身忽然一晃 出了何事 爷孙二人立即解除结界 来到甲板之上 就见陆地上远处 一条条鳄鱼般的妖兽 宛若一道黑巢 正狂勇而来 是铁甲鳄 助击老者面色难看 此种妖兽水陆两栖 其中甚至还有树头二阶上品的 麻烦了 戒备 六级天水阵在哪里 阵法师 阵法师 快 先让凡人上船 一时间 岸边乱成一团 混杂着凡人的哭喊声 显得一团乱麻 吼吼 就在此时 湖底之中 一道潜流浮现 伴随而来的 则是一声悠长的龙吟 哗啦 一道漩涡浮现 无数水花飞溅当中 一条石鱼丈长的青色蛟龙 跃出水面 恐怖的龙威爆发 令那些铁甲鳄屁滚尿流 大清得意地咆哮一声 再次施展腾云驾雾的神通 虚空中 无数水气凝结成 一道道水刀 水枪 水剑 从半空中落下 扑扑 修仙者法器难伤的 铁甲鳄背部 不断炸开各种血花 请客之间 这一波妖兽 就被大清团灭 是龙鱼真君的灵兽 三阶的青椒 我们得救了 大量修仙者 立即欢呼起来 而住击老者 则是满脸失神落魄 我早该想到的 如此重大行动 必然会有 结单战力暗中护航 老夫真傻 真的 那区区一道隔音结界 未必能拦住 三阶大妖的神石啊 看到大清转头望过来 那满是细血的目光 老者不由悔恨交加 狠狠抽了自己一耳光 大清 他其实觉得 这人族说话 挺好听的 会说话就该多说一些 可怜他天天 被主人吓得惨兮兮 难得听见 有主人同族 说他坏话的 数日后 翡翠岛 龙坛 哗啦啦 方希打开灵兽带 将一条条 一阶二阶的 风雷脚蟒 放了出来 这些妖兽 也性难逊 出来就想闹事 但大清是放出 蛟龙威压 令他们爬幅 在地上 不敢动弹 妖兽之间等级森严 三阶妖兽队上 低阶妖兽 拥有碾压一般的威严 更不用说大清 还是一条三阶青椒 这些风雷脚蟒 今后也归你管了 不要闹出事来 方希本来还想留下 风雷脚蟒的首领 给大清一点压力啥的 现在只能吸了心思 开始尝试配种 又对大清道 让你那群 避水一舌手下 也出来见见 免得日后不认识 互相打声打死的 这次外道原鹰出行 算你走运 还搞到一颗 三阶中品的风雷脚蟒内丹 就当喂了狗吧 他叹息一声 将那一枚风雷 隐隐的内丹丢出 后 大清立即昂起头 张开大嘴 将那一颗内丹吞入腹中 于眼中全是满足之色 这主人还是很不错的 下次再看到那老头 就一尾巴拍死吧 吃了我刺的内丹 若一百年内未曾进阶 三阶中品 那就烤了 不 还是炖了吧 如今可是震惊的大清龙汤了 方兮摸了摸下巴 自言自语道 大清立即就淹了下去 决定还是饶那个 铸鸡老头一命 方兮当然不知道 自己灵兽的小小心思 反正以他如今强大的神识 所形成的奴役 契约对方 根本无法抗拒 哪怕让去送死 也只能硬上 就不太在乎大清是什么心情 但忽然间 他神念一动 化为一道清光 来到凤巢边上 这凤巢以一种三阶的 火属性陵墓为主材搭建 正中还有一根凤漆无铜墓 此四阶陵根 在清火鸾巢学之中 道是相得益彰 又获得四阶的灵脉之气 与寄土滋养 颇有一种茁壮成长的趋势 啾啾 伴随着一声奉鸣 一团青色的火焰从天而降 化为清火鸾的身形 他灵幕之中 带着一丝委屈之色 叽叽喳喳地向方熙说些什么 好像在告状一般 而方熙通过奴役契约中的神魂联系 也勉强理解了其意思 你是说 有画形大妖隐藏在万岛湖周围 今日还尝试偷袭你 幸好你飞得快 他之前曾派出大清小清巡逻万岛湖 顺带帮助修仙者与难民搬迁 抗击受潮 没想到还能遇上这种事 方熙眼神一凝 继而就露出一丝喜色 我的傀儡材料又有了